共修敬請佩戴口罩 接下來請收看修行擺宋 修行擺宋是十一世紀的偉大學者 帕當巴桑傑的心靈鎮言 由丁果欽哲法王家以論世 帕當巴停留在西藏和尼泊爾邊境的 聽瑞地區很長一段時間 擁有無數個弟子 有一天一個親近弟子在久違之後 抵達聽瑞看到上師如此年脈 而感到非常悲傷 於是他問聖者 當你離開這個時間的時候 毫無疑問的 你將從一個淨土到另一個淨土 但我們將會如何 我們能夠信任誰 面對熱淚淫荒的弟子 帕當巴教導了修行擺宋 修行擺宋 意義深奧又簡明易懂 誠摯認真的修行者將發現 這些祭宋中的所有教導 都是正統佛法修持不可或缺的精髓 品嘗最舒適的佳肴 禪定的細膩滋味 聽聞的人們啊 它可以消除飢餓的痛苦 你吃的食物或許美味可口 或清淡無味 或少量或豐盛 但是到最後 它們全都會變成排泄物 米勒日巴尊者 及其他偉大的余切事 可以數個月不進食 並且不感到飢餓 它們知道如何用禪思和禪修 來滋養自己 用平靜和深刻的洞察力 來滋養自己 你將能夠在今生和來世 享受寧靜的滋味 你將遠離無名的飢荒 並且自然而然的 想要從事禪修 飲用最殊勝的飲品 觀照的甘露 聽聞的人們啊 它源源不絕 永不間斷 不像一般的飲料 觀照的甘露 隨時隨地都可以取得 而且能夠立時皆課 米勒日巴尊者說 如果你要飲水 那麼飲用觀照和覺察之茶 如果你想要逐漸克服你的缺點 開展正面的品質 那麼你必須實實覺察心的狀態 觀照行為的重要性 以及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 無論在行 住 做 我之時 時時刻刻保持全心的觀照 是重要的 它將帶給你力量 並有信心去面對死亡 當你在中陰階段 遭遇害人的幻象時 你將能夠立即 意念你的上師和三寶 而這些念頭 將使你離於恐懼 覺察心 將幫助你 通過死亡和投生的過程 並在因果夜報法則的推動之下 你將繼續在修行的道路上前進 所有的行為和修持 都應該以觀照為指引 無論你做什麼 都應該以三個重點為規念 從事任何行為之時 皆以利益一切眾生為發心 用圓滿的專注 來從事一項行為 不執著於做者 受者 和所做的概念 最後 把功德回向一切眾生 願一切眾生 正悟成佛 在夜間 檢視你在白天的行為和念頭 忏悔你的過失 和欠考慮的輕率行為 並將以補救 是好的做法 告訴自己 你已遇見一位上師 領受了他的教導 你不應該做出 如此的行徑 如果你做出正面的行為 你要把功德回向眾生 並誓願在隔天 從事更多的善行 仰賴最殊勝的友伴 本然明確的智慧 聽聞的人們啊 他絕對不會與你分離 你遲早必須和你最之愛的朋友分離 然而 有一個朋友 將永遠不會離你而去 即使你沒有察覺到他的存在 他即是佛性 是純然的明覺 你將透過聽聞心靈上師的法教 而開始發現他的存在 隨著你培養出穩定的心靈寧靜 以及對實相的深刻動見 你和這個友人之間的情誼 也加深了 最後你將發現 他總是在你的身側 也將長伴你左右 這是你所能夠培養的 最真實的友誼 尋求最殊勝的指示 如同般純然的明覺 聽聞的人們啊 這樣的指示 沒有出生 也沒有死亡 當一個孩子 在一個家庭中出生的時候 父母欣喜若狂 他們家的人定兴旺了 相互延續了 當他們年老時 將會有一個人 照料他們 及他們的財產 然而 父母對子女 所生起的強烈執著 最後 為他們所帶來的痛苦折磨 往往多過喜樂 尤其 如果發生白髮人 送黑髮人的情況 父母 父母將很難不陷入絕望之中 有有勝者 許多父母 可能為了獲得財物 而造作了許多惡業 他們也將鼓勵孩子 做同樣的事情 事實上 從因果葉豹的角度來看 他們在不經意的情況下 傷害了彼此 父母鼓勵孩子 去享用不義之財 而孩子照做 便延續了惡業 這也使得父母 常受苦果 去尋求最殊聖 本具的孩子 純然的明覺 來做你的子嗣 不是更好嗎? 受到迷惘的蒙蔽 你已看不見這個孩子 但是 如果你擁有再度尋回這個孩子的明信 那麼他將長伴你左右 即使連死亡 也無法把他從你身邊帶走 這個孩子將帶領你 走向結合了純然明覺 和空性的心性城堡 在空性的狀態中 揮舞純然明覺之謀 聽聞的人們 這種見地是不受一切所困的 你的見地應該如同天空般 崇高 浩瀚 純然明覺 一旦在新的空性中顯現 就不會再被負面的煩惱遮 負面的煩惱 反而會成為純然明覺的莊嚴寶式 對見地的了悟 是一種不變的狀態 沒有所謂的升起 停住或止滅 在這種狀態之中 純然明覺觀察起心動念 如同一個平靜的老人 觀看嬉戚的孩童 迷惘的念頭 不再能夠影響純然的明覺 如同一把劍 無法穿刺天空 貝達布對蜜勒日巴尊者說 當我觀修海洋的時候 我的心非常自在 當我觀修波浪的時候 我的心紛擾不安 請教導我觀修波浪 偉大的於切事 米勒日巴回答 波浪是海洋的活動 讓波浪在海洋的浩瀚中 自行平靜下來 念頭是純然明覺的戲耍 念頭在純然明覺中升起 然後又消融於純然明覺之中 去認清純然明覺 是念頭的來處 即是去認清你的念頭 從來沒有所謂的升起 停住或止滅 到了那個時候 念頭就無法再擾動你的心 當你追逐念頭的時候 你就像一隻追逐一根木棒的狗 每當木棒被丟質出去 你就追著跑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檢視念頭的來處 你將會了解 每一個念頭 都在明覺的虛空中 升起 消融 沒有引動其他的念頭 你要像一頭獅子 不去追逐木棒 而是轉身面對那個 丟質木棒的人 你只能對著一頭獅子 丟質一次木棒 為了攻下星星這座非造作的城堡 你必須追本溯源 認清念頭的來處 否則 一個念頭會升起第二個念頭 然後升起第三個念頭等等 很快的 你將被緬懷過去 和計畫未來所困 而當下的純然明覺 就完全被遮蔽 有一個故事 是關於一個修行者 在戶外 用供奉在佛堂上的米粒 餵養鴿子的時候 突然想起 在他前程投入佛法之前 曾經擁有無數的敵人 這個念頭在他心中升起 現在我的門前有如此多的鴿子 如果我當時擁有那麼多的士兵 我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殲滅敵人 他深深陷入這個想法之中 使他無法再控制敵意 他離開隱居的處所 募集了一群傭兵 前去爭討先前的敵人 他從此所造作的惡業 全都起始於一個單純的妄念 如果你認清念頭的空性 而不去鞏固強化你的念頭 那麼每一個念頭的升起落下 都將使你對空性有更明晰 更深刻的了悟 在沒有念頭的狀態下 毫不散漫地捨棄觀者 聽聞的人們 這樣的禪修 是離於昏塵或吊局的 當你的心安住在純然明覺之中 不思及過去或未來 沒有被外境吸引 或被行之造作佔據的時候 你的心將安住在 本然離析的狀態之中 在那樣的狀態中 你不需要刻意地加強戒備 來制服你的念頭 如一句話所說的 成佛是心的本然離析 一旦你覺知了這種離析 讓你的心毫不費力地處於當下 便能夠保持這種覺知 然後你將體驗到一種內在的自由 在這種自由之中 你不需要去阻擋念頭的升起 或擔憂害怕 念頭將破壞你的禪修 在自然自身的狀態下 訓練自己離於任何執著 聽聞的人們啊 沒有什麼是要捨棄或執取的 保有那種離析的狀態 當你遭遇到快樂 成功及其他順緣時 把他們視為夢幻 不要執著於他們 當你面臨了疾病 誹謗或其他身心的艱苦失戀時 不要讓自己灰心喪志 你應該祈願 希望藉由你所承受的痛苦 來淨除一切眾生的痛苦 進而再度燃起你的悲心 不論你遭遇什麼樣的情境 不要洋洋得意 也不要心灰意冷 要自由自在地 暗住在沉著寧靜之中 不可分割的四身 皆圓滿成就於你的心中 聽聞的人們啊 這樣的成果 是超越所有的希望和疑慮的 成佛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但事實上 新的本質 空性 即是法身 新的自然顯現 明晰 即是暴身 從心所散發出來的片在慈悲 即是化身 這三身的合一 即是自信身 這佛之四身或四個面相 一直存在於你的心中 只因為你不知道他們就在那裡 所以你認為他們是遙不可及的外在事物 我的禪修做得正確嗎 你不安的納悶 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 才會有一些進步 我絕對無法證得 等同於我上司的果位 你被希望和恐懼折磨 你的心從來無法獲得平靜 隨著你的情緒起伏 你在某一天密集的修行 隔天 則什麼也不做 當你獲得心靈的平靜 而產生愉悦的絕獸時 你執著於這樣的絕獸 但是 當你無法減緩 如洪水般的念頭時 你則想要放棄禪修 這不是從事禪修的方法 無論你發現自己 處於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你都要日復一日 持之以恆的修行 觀察念頭的活動 並追隨念頭 回到他們的來處 你不能期望從一開始 就能夠日日夜夜保持專注 當你開始觀修新的本質的時候 每一座的修持時間 最好短暫且次數頻繁 如果你堅持不懈的修行 你將日益認清 並了悟新的本質 而這樣的了悟 也將變得越來越穩固堅定 到了那個時候 念頭將失去擾亂你 和奴役你的力量 輪迴與涅槃的根源 都存在於你的心中 聽聞的人們啊 心是離於任何真實存在的 是我們自己的心 帶領我們陷入輪迴之中 我們無視於心的真實本質 反而把焦點放在念頭之上 事實上 這些念頭 純粹是心之本質的化現 我們執著於念頭 結果使純然明覺 凍結起來 轉變成為自我和他人 可愛的和可惡的等堅實的概念 這即是我們創造輪迴的方式 如果我們能夠遵循上師的教導 來融化這些執著之兵 那麼純然明覺 就會重新回復到本然的流動狀態 換句話說 如果你從樹根砍斷一棵樹 那麼樹幹 樹枝和樹葉 會一起倒下 同樣的 如果你從念頭的根源 來斬斷念頭 那麼所有輪迴的迷惘 都將瓦解消融 我們體驗到的每一件事物 所有輪迴與涅槃的現象 都像彩虹一般 聲動明晰的顯現 然而它們也如彩虹一般 不具有任何真實的存在 一旦你認清現象的本質 既明晰又虛空 你的心將遠離迷惘的專恨 了悟心的究竟本質即是正物成佛 無法了悟心的究竟本質即會陷入無明 不論是哪一種情況 它都是你的心 你的心既可以讓你獲得解脫 也可以讓你身陷輪迴 然而這不表示 心是一個可以被操作的實體 如同一塊陶土 可以被陶工 捏塑成任何形狀 當上師教導弟子心的本質時 它指的不是一個實體 當弟子尋找並發現心的本質時 它不是在只取一個可以被指取的實體 了悟心的本質即是了悟心的空性 就是如此 這種了悟是一種直接的絕獸 無法行諸於文字 如果你期待這樣的了悟 會帶來神通 神力 及其他超凡的體驗 那麼你就是在自欺欺人 你只要把全副心力 投注在了悟心的空性之上 ization 靠近 神 Apa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6766 铺名台湾救狗协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祈福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要供 甘露诗实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1年2月4日大年初四 2月5日大年初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屏东庙云寺 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弥陀宝灿 护生蒙山诗实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 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兴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栅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聪明报告 联请佩戴口署 联请佩戏 和说启戎 祂启戴口罩 逐声务 淡灰伤 敬请佩戴口罩 我爱的是所作愿的恶生 你解放于爱所有的恩 我爱我的傻子等见我 我流离宝极平如专门 爱柔软为妙缘 所有落起来 国庄也难 爱妙芒为今宗花佛 我愿你赐走无缺少 爱也大法因缘去重 宗若世间爱无能相爱 爱重重谢宝世所生 无量光明天照说爱 爱作风波山愿爱出 我愿闭闹爱出众生爱 爱悲水净凉得净净 因此私心安热去爱 爱身宝世带我赞 你祈受罪生爱出众生爱 爱我见三宝神灰 爱我亲一家寄有明儿 爱为人浙悲吹齋家坊 爱我自来看处一 Zither Harp 咱咱